大家好,我是麦子学院的高级讲师Tiger 今天这一讲呢,我们将继续给大家讲解关于这个麦子商城的这个前端首页面的相关功能实现 那么对于商城类的项目啊,这个首页面呢,相对来说会比较的复杂 所以呢,我们在这个首页面这里的话,时间相对来说要多一点 那么一旦首页面这里呢,实现,那我们后边其他的页面呢,实现起来就非常的简单 基本上呢,有些页面可能就一节课就能够实现 有些页面呢,可能两节课就能实现 其实功能最复杂的就是首页面 那么对于首页面这里呢,我下来做了一点调整 比如说这里,那么之前呢,我们在给它设置这个背景的时候 箭头呢,它是紧靠着这个红线的 这里呢,我们给这个UL标签设了一个判定属性 然后就让它这里有一个,这个缩净 另外呢,就是为了我们后期开发的方便 这里呢,我们把这个代码进行了一些缩净 进行了一些缩净,比如说这个商品内信息 这里的代码部分呢,我们就把它折理起来 这样的话,我们这个开发起来呢,才比较的方便 然后,这个是头部的信息 OK 然后,这个我们页面黑的部分这里,大家看一下 现在呢,干净多了 是不是啊? 那是因为我们把这个CSS进行了一个封装 那么对于这个basic.css呢,我们把它专门添加到这个页面 这里呢,大家只需要在我们的站点下面 新建一个文件 然后呢,文件的名字呢,你可以自己随便改一个名字 我这里改的是basic.css基础的css页面 然后我们在这个原代码这里,直接把它拖过来 它会自动生成一个link,这个real,这个stylesheet,type,text,css 它会指向这个路径,这个相对路径 然后下边呢,这个basic这里呢,我们是建了一个JS的一个文件 并且呢,把JS的代码呢,全部把它复制过去 这里呢,大家需要注意的是,我们复制过来的时候 那个上面有个script的一个脚本呢,我们就不需要复制了 只是复制这个脚本之间的内容就可以 好,这个是我们在上一集的基础之上呢 下来进行了一个优化 那现在我们的代码呢,看起来就比较的干净和整洁 好,这样呢,也有利于我们后期的这个开发 好,比较方便 那么这个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右边 右边部分 右边部分,这个新闻网站这个模块呢 我们这里呢,就实现了 好,这个是右边部分新闻网站的模块 好,我们可以呢,给它加上一个注释 在网页当中注释呢,用感代号 奔格佛哈,来实现 OK,那么这里把它copy 对,然后呢,在下边我们要实现的是这个,大家看一下 效果图里面 这里呢,我们要实现分类推荐 客服服务 客服服务 我们这个课件里面呢,也有客服服务 分类推荐 那这个呢,实现起来其实相对简单了 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是样式,我们已经都写好了 只需要把里面的内容进行修改 这个 我们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 复制下来 比如说这个是客服服务 我把它改过来 客服服务 这是客服服务的模块 然后呢 这个URL这里的这个路径 这个内容 我们这里呢,要刷新一下 大家看一下 好,那么这个客服服务里面呢 是需要什么样的内容呢 这里呢,有电话 邮箱 传真 然后下边呢,有客服服务 社会服务 这里的是用的一个在线咨询的这样的一个功能 这个功能呢 实现其实也挺简单 我们这里呢 先主要是给大家去实现它的一个基本的布局 然后这里先定两个容器 DLV容器 然后 上边这个DLV呢 我们可以 先给它放一个 我们来看一下 电话是多少 邮箱是多少 传真是多少 这个电话 我们这里放一个DLV 然后 邮箱 传真 传真 我们这里随便写一个啊 电话 比如说 028 杠 66 随便写一个电话 邮箱 邮箱呢 我就写我的QQ号码 OK 那么有什么技术问题呢 可以通过这个来进行联系啊 然后传真 然后传真 传真呢 在有些公司里面 它和电话号码呢 是一样的 OK 这里随便写一个 好嘞 那那么这里 我们来看一下 刷新啊 就这样的一个精明效果 好 然后在这个DLV的下边呢 我们可以再给它加上一个 加上一个什么呢 这个图片 啊 那么这样的一个UL 那这个图片 从哪里来 这里我们先放两个span标签 文字块标签 那一个文字块标签里面 我们来放一个图片SRC 然后这里呢 我们提前呢 把这个图片呢 给大家放进来了 大家看一下哈 这个有这个 起合的这个图片QQ OK QQonline 这个它有一个默认的宽度 默认的高度 哦 那它这里面会有一个 哦 涉嫌服务 售后客服 售后客服 售前服务 然后这个是一个span标签 那我们这里再来 售后客服 这里呢 刷新一下 看一下它的基本的效果 是怎么样的 哦 是这样的一个基本效果 好 那么接下来 如果我们要进行下一步的操作呢 你这里再复制一下这个div 因为 因为接下来的这个效果图里面 它是这个 阿里旺旺里面的 这里呢 比如说 掌柜张三 啊 掌柜李四 OK 我们这里呢 仅仅的是把这个图片啊 进行了一个布局 这里我们把这个打开啊 打开进浏览 看一下这个图片的大小 好 那么这个图片呢 2611是这个 然后找到复制过来 好 我们来刷新一下 它就这样的 啊 这个长度宽度了 我们这里最好不要 自动啊 就根据它自己的大小 因为这本身是两个小图片 啊 本身是两个小图片 就这样的 OK 那么其他的 大家下来自己呢 去完善就可以了 那么这里呢 我们还需要去实现的 就是对它呢 进行一个cx样式的一个渲染 OK 那么这里 进行一个 这第二个 那么我们可以 这个是它的一个主要的内容 我们可以把它放在 这个盒子里面 再放一个盒子 这个DAV的签套这里呢 啊 不会影响 好 这一个 两个 然后这个到这里 OK 那么我们又添加了一个 应该是放在这里 这里为了分得清楚啊 所以说大家在 呃 这个布局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缩净 代码的缩净 这样呢 我们能够一目了然的 看清楚它的这个结构 节点 然后 随时负节点 随时止节点 对不对 好了 那么我们接下来对这个进行一个css样式设计 啊 客服嘛 啊 这里我们随便先写一个 比如border 只有的一个像素 red 然后呢 borderbottom 同样的 border杠 啊 这个top 拨 这里呢 设为浪就可以了 其他的就是它的内建具 盘顶 啊 给它设五个像素 啊 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它的结构应该是怎样的呢 就这样的一个基本结构 然后接下来就是它下面呢 这个DAV与DAV之间的这个高度 呃 这里呢 我们可以在这里来设置 我们在这里呢 单独把这个css样式拿取出来 然后找到这个basic 就是我们前面设置的 在下边 点客服 客服 然后对它把这个css样式粘贴过来 并且呢 我们可以针对客服 下边的所有的DAV 我们可以给它设置一个margin 啊 上下 上下 比如说 五个像素 左右 自动 这样的一种结构 大家再来看一下 啊 哎 或者这里呢 我们给它设一个航高 9height 9height 25个像素 再来看一看 它们之间呢 应该就会 哎 这个 哦 这里要先保存 ctrl加s 啊 原代码这里呢 没有保存 也没有使用这个样式 然后class 客服 OK 先保存 保存了以后 你这里刷新呢 它才会有效果 OK 就这样的一个基本的效果 嗯 我们这里呢 可以把这个css进行一个简单的修改 这里呢 两个像素就可以了 没有必要无像素 因为我们对它设置了航高 所以呢 现在这个效果呢 基本上就显示出来了 而且我们可以 对这个 这个box 因为它是使用统一的一个样式 我们可以把这个上下 给它设五个像素 左右 自动 哦 左右自动 刷新 哎 我们来看一看啊 这个是 rbox 客服 rbox 这样的一个css 嗯 我们给它加上了一个这样的css样式 这里直接给它设一下 margin top 五个像素 这样呢 它就不会紧贴在一起啊 OK 看没有 它就会有一个间距 这样呢 有间距呢 看起来 然后才比较的 整洁啊 然后接下来呢 就是 下边啊 这里的一个分类推荐商品 分类推荐商品 这里 其实它的设计原理呢 也非常的简单 我们仍然呢 可以使用这个模式 分类推荐商品 分类推荐商品 OK 我们把这个名字弄进来 然后它里面的内容呢 我们又要进行一个重新的排版 好 这个是这个dv OK 那么这个是一个模块 这是一个模块 这是右边 这个模块 这是中间的这个模块 所以说 这里我们把它分开一点啊 好 好 然后这个dv里面呢 我们又需要重新给它定义 CSS样式 这里我们先来看一下 分类商品啊 分类商品 那我们这里打开我们的效果图 然后呢 看一下这个分类商品里面 我们可以呢 把这里呢 分为两个模块 一个是左边 一个是右边 那这两个模块呢 我们可以把它放在同一个dv里面 然后给它进行左右浮动的进行布局 这里呢 我们根据我们这里的一个基本的思路 首先 建一个dv 然后呢 在dv里面 我们再放两个dv 再放两个dv ok 那么这个dv呢 里面放图片 放图片 那这个图片呢 我们可以随便先放一个 比如说100x100的 然后这个为了固定 这个大小 我们可以呢 在这里设置它的长和宽 宽和高 然后这边呢 我们再来放它的这个文字内容 这饭包 好 这里随便写一些 这个 价格 优惠 品质 保证 ok 好 然后 随便写一点文字内容 在这里面 好了 我们一起来来预览一下 它现在的一个基本效果呢 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 刷新一下 好 那么现在呢 我们因为要让它进行一个左右的结构布局呢 所以我们需要在这个dv里面呢 去给它设置 style样式 啊 这里呢 我们可以给它定一个宽度 啊 比如说50个像素 那么图片呢 我们也把它压缩到50个像素 好 浮动 float left 好 那么这里呢 行高 比如说我们给它定100个像素的行高 好 那么接下来呢 就是下边这个dv 这个dv 我们也给它定一个这样的样式 还是50 那这个宽度呢 啊 我们可以给它定的稍微宽一点 比如说100 嗯 120 然后给它这个margin left 10个像素 好了 那我们呢 刷新一下 那就是这样的 哦 那么这个行高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行高给它去掉 这一个 啊 不用给它定行高 啊 不用给它定行高 刷新 那就是这样的一个效果 好 那么接下来呢 你会发现啊 我们再来 如果我们还有其他的这个 啊 内容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一个盒子 好 我们再来放一个盒子 我们先来看一下 它现在的布局呢 是怎样的 是这样的 对不对 OK OK 那接下来还有就是这个左边右边的这个边框 哦 那这个呢 我们要给它设置一下 在这里来设置一下style 然后border seal 一个像素 red 然后border top 给它设为run OK 那我们这里呢 能进行刷新 刷新 OK 那是这样的 那么这个高度呢 我们可以给它设置一个 比如最小的min height 500个像素的高度 刷新 那就是这样的 好 那还有就是 每一个DAV 我们这里呢 因为它这个 这个要重新设置一下啊 这个应该是在这儿 再给它放一个DAV 然后下边呢 这里再给它放一个 然后把刚才这个css样式 放进来 然后现在刷新来看 它应该是这样的啊 好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还需要对它里面的这个内容呢 进行一个 然后基本的设置 那这里我们可以呢 每一个 可以给它加一个cleanerboss 这个有什么用呢 好 因为这个里面两个 我们都是受了浮动的啊 为了避免浮动的这个影响 我们给它设一个 还有就是它的这个间距 margin上下 比如说10个像素 我们可以呢 给它加10个像素的 上下10个像素 这里呢 被挤下去了 这个是应该上下10个 左右呢 0个 像素 OK 那是这样的 好 这个我们干脆这样设置吧 margin bottom 10个像素的高度 也就是它只和下边的 产生10个像素的高度的距离 建具 OK 那么这个我们可以对它进行一个简单的复制 那接下来我们复制了几个 复制几个 并且我们这里干脆给它设一个行高 这个文字呢 看着比较挤 这个文字呢 看着比较挤 9he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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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刷新 这样的一个基本的效果 好 然后 其他的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 DV 这个是DV 这个是一个单个容器 然后我们给它设置是margin bottom 就是外部的间距为10个像素 改向呢 改成20个像素 是不是看着更明显一些 OK 这里我们再来看一下 接下来我们可以把这个DV 这个容器呢 给它设置一个 order 好 颜色呢 我们可以设为一个灰色 一个像素 Dotted 然后这里呢 进行复制 依次的复制这个样式 我们来看一下 它现在的效果了 好 就会有这样的一个 呃 虚线 那么这里呢 我们可以给它设一个mean height 就是最小的高度 这个容器 我们呢 然后再来测试一下 是一个mean height 刷新一下 OK 它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效果 好 那么接下来呢 呃 这块呢 我们就基本上实现了 那这里呢 我们还可以给它追加几条信息 好 直接复制就可以了 好 其实呢 如果使用这个li标签也可以实现类似的效果 好 如果我们再来放一条信息 它这里呢 就是这样的 看没有 都自动的延伸 好 这样的一个基本的效果 好了 我们今天这一讲呢 主要给大家讲解了 这个客户模块 分类商品模块 而这个模块里面呢 它实际上除了图片 还有文字 进行一个重新排版 那么这里呢 我们使用的是DV的这个盒子模型的思想来实现的 这是一个盒子 盒子里面呢 嵌测了两个盒子 这两个盒子呢 使用float left来进行排版 好 然后呢 呃 因为 这里我们为什么 这里还给大家提醒一下 为什么我们这里要使用一个cleanerboss啊 这是因为这个cleanerboss呢 我们 呃 如果不给了加这个cleanerboss的话 因为我们这里呢 这个浮动 这里也是浮动 它可能会带来浮动的延续性 那所以呢 为了避免这个浏览器之间 兼容性的问题呢 我们在这里给它加上cleanerboss 哦 那这里呢 大家下来呢 可以把这个css样式哈 把这个css样式把它提取出来 提取出来 把它放到这个basiccss当中 哦 那么我们 以后如果要进行维复的话 就只需要修改这里面的css样式 就可以达到一个定期的维复 就不需要每一个呢 我们都来 给它进行一个设置 然后客服 比如说 点儿 客服box 我们把这个内容呢 放进来 然后 大家可以看一下原来把里面 然后我们把这个 我给大家教一下 大家怎么去使用 然后这里class 客服box 然后这里 重新粘贴一下就可以了 这样我们的界面 这个代码也看起来非常的整洁 非常的整洁 然后下边这里如法炮制 大家下来自己可以修改一下 样式还是原来这个样式 好了 我们今天这一讲就讲到这里 再见